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太离谱 4.8长女形象大改 5.0大神鹤登场 火神机制曝光 最强后台火C来了 元神,六月大事件总结 4.8前瞻来了 300对换码 新角色立会时间公布 元神,太香了 4.8到5.1卡时公布 草叶兰来了 中离复刻时间曝光 火神,白猫萝莉登场 众所周知 元神封单4.7卡时的前瞻直播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克洛灵德 希格文 水神弗宁奈也即将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 是不是已经都等不及了呢 而除了4.7卡时的相关消息外 4.8卡时及后迅纳塔等相关消息 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各位小伙伴们 比较关心的4.8卡时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4.8卡时的新五星角色只有一位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吊香斯 全名叫做埃梅利埃 除了角色定位在不停的反转外 更多的是吊香斯的形象 更是从早期的犹豫成女 到麻花变眼镜羊 然后再被批熬 总的来说 形象据说有多个版本 不过距离4.8卡时 新五星角色立会公布的时间 也越来越近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下 而说起4.8卡时复刻角色的安排 目前爆料版本最多的是尼路 深鹤 莱欧斯利这三位五星角色会复刻 不过并没有救救出来实锤 也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变动的可能性 大家看就好 至于后续5.0纳塔几位新角色机制相关的消息 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其中西巴拉克是纯攻击力拐 类似深鹤 一命全队减伤60% 还有大甘雨 有赛索斯类似的机制 纳塔林尼 大数字爆炸 火神则是有胡桃的自拐攻击力机制 后台火C 不过灵命无辅助能力 换命给霸体 薪水C师公子的升级版 大黄驴尤莉莎的减防效果 之前足迹中的暗影3是炎系小罗莉 大号武郎加云瑾 炎系在那塔剧说会喝汤 同时会有丰府登场 可以理解为香菱自带风套加自动巨怪 非常猛的辅助 不过版本跨度大 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原神风担4.7卡石越来越近 两位新无星角色克洛琳德 西葛文也即将登场 不仅如此 水神福宁奈也会在下半卡石和大家见面 各位小伙伴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原神六月大事件也终于出炉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土哈 首先就是原神六月一日 深渊和商店的刷新 以及一斗和派蒙的生日 可以在商店中换取粉球和篮球 并且新一期的深渊也会有原石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6月3日日的话 可以说是重头戏 也会公布4.8版本新角色的例会 目前已知的是4.8 只有一位新无星角色调香师 麦莉埃 最终的形象据说还没有确定 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而在后续的6.5日 也会迎来4.7版本的开启 以及魔神和传说任务 新无星角克洛琳德和富克的角色艾尔海森 也会和大家见面 6.9除以6.16除以6.21除以6.23除以6.26除以6.27 则分别是 丽莎 温迪 宵公 赛诺 雷电将军 巴仲神是这几位角色的生日 至于6月25日日则是4.7下半卡石的开启 新无星角色西格文和水神弗宁娜也会登场 并且西格文的传说任务也会开启 值得一提的是 4.8的前瞻直播预计在7.5日左右开启 到时候也会有300元时的兑换码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原神风担4.7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有关于4.7卡石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也已经公布 除了两位新无星角色克洛林德 西格文的登场外 垂神弗宁娜也将在4.7下半卡石迎来首次复刻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除了4.7卡石的相关消息外 后续4.8到5.1卡石的相关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 首先就是4.8卡石角色登场的相关安排 根据舅舅们报道的最新消息来看 4.8卡石会有一位新无星角色登场 定位是草后台 这草叶然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主打燃烧 复刻角色的话 则是之前舅舅们提到了妮露 莱欧斯利 深含这三位 而在后续的5.0纳塔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 目前来看 5.0纳塔上半复刻的角色是纳维亚 钟离 下半卡石登场的角色是之前足迹中的白毛小萝莉尹安三 还有一位据说是神秘的角色 目前并没有公布 这么看的话 钟离不入混词 纳维亚也到了复刻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可信度的 而在后续的5.0纳塔 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 目前来看 5.0纳塔上半复刻的角色是纳维亚 钟离 下半卡石登场的角色是之前足迹中的白毛小萝莉尹安三 还有一位据说是神秘的角色 目前并没有公布 这么看的话 钟离不入混词 纳维亚也到了复刻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可信度的 至于5.1卡石登场的角色 上半据说是纳维亚特 咸云 下半卡石是西巴拉克 火神也是目前舅舅们说法最多的版本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以上就是今天的爆料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 哇 这些文 blir今天 Merry了 芽主 香港